任党主席柯文哲近日闭案缠身 但妻子陈佩琪也自爆 想用他人名义开设小草咖啡店 暂时找不到店面 只好设置在党部 因为可能有违法疑虑遭人告发 陈佩琪是连日发文 我算是有犯意但未有犯心 请法院从亲量刑 柯文哲今天上午出席新竹新城 妹妹柯美兰陪伴 受访的时候替家人解释 来听一下柯美兰怎么说 我也不晓得写什么东西 公司这么白开 理想归理想动作归动作 那怎么都还八字每一天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不有舒适不是就叫纠正吗 把它改好吗 其实我自己选举我就发现说 其实很麻烦 每一笔账都要对得很清楚 甚至给我感觉是不择手段 现在放眼看过去是 当选了 可是好像就是在攻击 或者是在筹备下次的选举 而不是去讨论国家的未来 你没有国家的帮忙 你还查不到别人的金流 这代表什么 国家是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 对待所有人 我都蛮怀疑的 我诚实的讲 KT那他是强调理想归理想 动作归动作 大嫂想经营公司 细节并不清楚 而柯文哲的大选金流 遭常常声明打脸 破916万申报不实 疑似造假 柯美兰则表示 如果有舒适就改好 但不忘替家人抱不拼 蓝绿袈裟 这样显得有点不择手段